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涉嫌轮奸案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26号上午微博传出李天一被取保候审 而前一天除了传出李天一案的受害人有意撤诉外 还传出李家正在有序的展开斡旋 律师给李家出黑招等 虽然官方对此予以否认 但是评论人士认为这样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网名为李博红仔的网友发微博指称 2月26号早上8点26分 李天一已经获得取保候审宪宪政回家中 网友纷纷指责说 这是明着向法制宣战 向宪法挑衅 但也有网友表示不大相信 说李天一不符合取保候审的任何条件 从现在放出来的信息来看 他如果说是定他会轮件案 那么他是应该取保候审审是比较难的 这是属于那个受刑犯罪嘛 就是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嘛 但是这个是好像不是官方一个正式的消息出来的 那么他去进行上下棋手啊 通过一些手段来 来去改变这个案件的 案件的这个性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4号晚 名为博居散人的网友发微博说 北京方面消息 律师给李家建议 只承认李天一是从犯 以酒吧女抹黑受害者 联手创供 诬陷受害者事后敲诈等 而25号早上 大陆国际公关杂志原常务副主编 丁来峰也发微博说 据可靠消息 李家正有序开展以下营救工作 放出消息 李父弃病住院 麻痹舆论便于营救 请专业人士改写案情 促成湖北大厦翻供说 女孩没有被胁迫 做好受害人家属工作 巨额赔偿达成和解等 当天下午5点多 名为杜哥微博的网友发微博说 内部透露李天一案的女主角撤销控诉 以达成和解意向 李天一及其他4名协议人家长 联系上女孩父母 给受害人极大的物质补偿 包括落实北京户口 工作及一套房产 网上的信息很多 我看到最先就是关于这个案件 有一个谈言 说是警方内部有一个人士 对这个事情的处理不服 他就自己向那个新闻机构 错落了消息 这样看来就说是有些民众 他想揭开这个黑幕 北京律师唐吉田指出 这样的消息也不能说是空穴来风 近年来大陆一些所谓的精英 所谓的贵族吧 他们在这个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所应该承担起来的道德 或者是法律上的作用 没有承担起来 反倒是一些人成为破坏道德 然后呢就是挑战法律的某些极限风 所以说人们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怀疑 各种各样的这个猜测 也是在所难免 大陆律师李天天指出 李天一涉嫌轮奸这种刑事案件 是由检察院提起公诉 一旦进入程序 警方必须依照法律去审理 不能因为受害人的谅解 或者是撤回报案 就停止侦查 这是一个典型的在这种专制国家 权大于法的现象 李双江来的很有钱财 很有势力的在那个北京 他让他对他的孩子的教育也是个问题 这种事情发生了 作为一个父亲 所做的应该是 让孩子接受处罚 接受法律的制裁 唐继田指出 如果李双江夫妇还有对法律 对道德的一丝敬畏和良知 建议他们配合警方 配合相关单位去查实这个案件 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让他的儿子呢 查清案情的基础上 应该承担的责任 而不是去通过各种关系 通过什么小动作 去力图让他减轻或者是逃避处罚 这样我想这对他的儿子 今后的人生经历是非常有害 对社会公众 对整个国家的公平和正义 也是相当的一种冒犯 号称未满18岁的李天一 2011年9月 因打人砸车 被公安机关收容教养一年后 改名叫李冠锋 2月21号 他又因涉嫌轮奸被刑拘 给你打人砸轮奸被刑拘 给你打人砸轮奸被刑拘